鬼案实录 您的每次赞赏和关注 都将是讲述着最大的前进动力 鬼就在身边 故事等你发现 这件事情发生在安徽省的合肥市 秦队 你可来了 去看看吧 锦头带着胡不凡来到案发现场时 当地派出所的民警 已经来了有一段时间了 这是一块正在建设的工地 两个人先把地形给看了一遍 发现这里不但没有问题 反而风水还不错 好吧 你有事去跟秦队说吧 在派出所刘所长的带领之下 两个人见到了报案人 我叫赵永杰 就在这个工地上工作 事情发生在三天前 然后这报案人就把三天前 经历的诡异事件给说了一遍 我 我是这个工地上的挖掘机驾驶员 10月17号那一天 我正在工地上挖掘施工沟 一个叫曾泉的河南工友 在一边清理着我挖出来的土石 忽然间曾泉好像看到了什么 令他十分吃惊的东西 小赵 你快出来看看 快呀 就猛然过来敲打我的驾驶室门 叫我一起下去看看 什么东西啊 大情小怪的 你快过来看看 你发出来个啥呀 他就带着我去看那土坑里发现的东西 然后 我也是大吃了一惊 那 那似乎是一个古墓 老旧的棺材板已经被我给挖开了 里边一具尸体已经成了干尸 而且看起来已经有些年头了 看着干尸的衣服 似乎就像是电视剧里边演的那些 清朝的官员似的 你们两个怎么停了 脱懒是不是 正在我们两个有些不知所措之时 身后忽然传来了公头李洞的声响 我们两个和他说完情况之后 他也很吃惊 但是 他没有像我们两个一样不知所措 而是迅速地跳到了那个坑里 掀开了棺材盖子 在古诗的身上来回地摸索起来 真不知道他哪来这么大胆的呀 他从坑里出来之后 衣服里都装得骨骨骨骨骨的 走过我们两个身边的时候 扔给我们两个一人一个玉石的小件 都留好了啊 这可值大钱哪 我当时就拿了一个小链子 不知道是什么上边用的 曾全呢就拿了一个玉的戒指 记住啊 今天的事情谁也别说 不然咱们都会被按着刀墓给抓起来的 在临走的时候 他还警告了我们两个人一番 哼 他肯定拿走了更多值钱的东西 给咱们两个这些破玩意 我们两个当时其实都有些无奈 但是也没办法 只能按照李栋的指示来办了 我开着挖掘机 把那个棺材压碎和挖出的泥土 混合在了一起 又埋了起来 这样的话外表根本就看不出来 说实话 我当时啊 也真的没敢想到卖出多少钱 就是希望千万别出事就好 胆战心惊的度过了一天 可是我没想到第二天就开始出事了 李栋第二天早上就死了 他是从十四楼的阳台上掉下来的 死的时候身体被摔得粉碎 脑浆和血液流得遍地都是啊 又过了一天 曾泉也死了 他死得更惨啊 一个架梁用的水泥柱子 从楼上掉了下来 正好砸到他身上 连个全尸也没留下呀 而今天就轮到我了 因为今天我总能看到一个黑色的鬼影子 就在我的身后 有好几个人都看到他们死的时候 身边有那几个黑影 你看他们又来了 就在那看着我 想到这儿 赵永吉突然用手指的琴头 和胡不凡的身后大声喊了起来 可是两个人一回头 身后是一片的空地 哪有什么鬼影子呀 琴头 你说他说的是真的吗 不好说呀 叫老爷子过来看看吧 琴头也觉得 这件事情不一般 决定叫老爷子过来看一看 琴老爷子来到工地之后 围着这个地方转了几圈 似乎真的发现了东西 看着情况 应该是一个清代的武将墓 这些人呢 真是什么东西都敢拿 这不是找死吗 看来 也只能用这个给他重新安排的地方了 正在说着 老爷子就从怀里边拿出了一个小棺材 那是一个用紫檀木做的小棺材 非常的精致 除了比例稍微的小一些 其他的都和真的棺材一模一样 不像那些市场上的工艺品 紧接着 老爷子又掏出两张符纸 嘴里在念叨着咒语 说了也奇怪 那两张符纸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在小棺材面前竟然无火而自焚了 老爷子又掏出一张符纸 贴在了小棺材上面 贪婪是人的本性啊 永远都不会消失的 秦老爷子说 他已经把问题给解决完了 希望以后不要再出现这样荒唐的案子了 再后来 文物部门把那些古墓里发现的东西都给收缴了 而且还在博物馆里边做了 感谢您的钱